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Olivia,我們現在在哪邊? 我們現在是不是在台北車站呢? 是嗎? 台北車站 對,我們在台北車站 然後... 待會我們要去哪邊? 去機場 我們要去機場對不對? 可是我好熱 妳很熱,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待會呢 我們剛才結束了一個 台北黃冠杯的比賽 然後那種比賽是蠻優質的一個比賽 然後呢 很早的結束 有時間可以從這個晚上做晚一點的搬機 然後去到香港 那去到香港之後呢 隔天還有一張比賽 那我們就帶著大家去看一下吧 然後我們現在呢 已經來到了台北車站裡面 然後我們準備搭機場捷運 前往機場第二航廈 然後明天的話呢 就準備比賽 但現在還蠻有時間,還蠻寬裕的 所以我們就慢慢走吧 然後我們去到台北車站 然後到桃園的機場裡 成人票價是150塊 我們小朋友呢 他打八折是120塊 所以我們這樣子燙才花了270塊 然後就可以從台北坐到了 桃園機場 所以還算蠻划算的 那現在Olivia給我們看到的呢 那就是我們的票 然後拿到手上票 Go 那邊看得到嗎 哇 上天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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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呢 Rex老師這次呢 來香港 是參加一個全球舞王的公開賽 的黨獨行程 那我們就非常非常的高興 因為我前一天呢 在台灣其實也有工作 那只是說 判完了之後 晚上馬上坐完班機 然後直接的飛來香港 但是因為班機延誤的關係 延誤了兩個小時 然後入境的時候呢 我又再延誤了兩個小時 就是等到我入住飯店的時候呢 呃 也已經 四點了 半夜四點 所以四點睡覺 然後八點起床 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 那主要呢 就是希望來這邊看一下 其他的 譬如說香港的選手 或是大陸的選手 還有一些外國的選手 他們到底是怎麼樣的 武功跟武道品質 那希望呢 能夠在 裁判的過程當中 也帶一些東西回去 給我們舞動的觀眾朋友們 好吧 那我們今天就先這樣 待會不懈畫面給各位 好的 我們這兩位呢 是我們這一次來參加 全球舞王挑戰賽的小選手 在我們的螢幕的左手邊呢 是Olivia 右手邊是我們的Claire 請跟大家say hi 嗨 要大聲一點喔 嗨 嗨 嗨 很好很好很好 那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今天 呃 成績看起來好像戰果不錯對不對 那 有什麼 特別的收穫嗎 Olivia先 她們都非常用力 她們都非常用力 所以妳跳舞的時候 也要怎麼 也要用力一點對不對 可是我會累死 妳會累死喔 那就慢慢把她練上去就好啦 那Claire呢 就是這些人喔 就是 像我女朋友說 她們真的非常用力 然後 她們的表情也就是很 很就是誇張 然後 動作也很大 動作也很大 然後那還會撞到文童 還有撞到妳喔 然後 還有氣勢 還有氣勢很好 那妳們手上拿的那個是什麼東西 熊 熊喔 那 為什麼會有熊 那是因為參加了 參加了太帝小比賽 喔 就得到了一隻太帝熊 是不是 每個人都會有一隻 然後 那是那個 然後成績有個冠軍 就會有一隻大的 喔 冠軍就有一隻大的 是不是一百 一百多公分大的 很大隻對不對 可是我 我的家裡已經夠多了 再疊下去 我睡覺 他睡到一半 他會自己掉下來 喔他就會自己掉下來 好 那就壓死妳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喔 那 這個比賽好玩嗎 有收穫嗎 有 好 那我們下次要繼續努力喔 好不好 好 那跟大家一起講 拜拜囉 拜拜 好 現在Rex老師呢 已經回到了飯店 然後 這場比賽是呢 也完美的結束了 然後 首先我要非常感謝 陳少林老師的邀請 還有張振華老師的 籌辦這整個的比賽 那所以讓整個賽事 非常非常的順利 那在這裡 這場比賽裡面呢 我們就看到了幾個 我覺得還不錯的點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這個地方裡面呢 比如說他弄了一個泰迪熊杯 我覺得大家都來跳舞 然後他就有泰迪熊 會送大家一個泰迪熊這樣 我覺得給選手們一個小小的鼓勵 然後好像是一個不錯的動機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還蠻酷的事情就是 他在他的背後上面 他在他的背後上面呢 有小選手的 就是有選手比賽的組別 第一場是什麼時候 第一場那些場序都有在那上面 好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我們在辦比賽的時候 就是主辦的人可以去 真的可以去學習的 那因為 這樣的話呢 選手在看他自己的背後的時候呢 他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他哪一個場次要上場 然後我要跳什麼組別 那甚至呢他還有很貼心的說 如果你進了這場比賽之後 比如說這是初賽 你進的話你可能會到哪一個場次去 他都會在上面告訴你 那這樣子的時候呢 選手們在比賽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有漏場的情況發生 那我覺得可以有效的去促進賽事的 順利的進行 那對於選手的權益來講 也可以得到一定的保障 因為我們都已經告訴你 怎麼樣的場次在哪裡會出現的 在一場比賽裡面 他要順利的進行 除了人之外 他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你的資金成本在哪邊 資金要怎麼樣來這樣子 那所以他必須要找到一些異業結盟 那今年是香港第十一屆 就是他們叫中順節肉這個廠牌 然後去贊助 然後在香港辦這場比賽 已經辦了第十一屆了 所以 其實他你可以看到他的規模呢 一年比一年更盛大 所以 一個活動要成功 勢必很重要的就是你必須要有 廠商的贊助 這個東西呢在台灣都還沒有很明確的 有一個雛形出來 大部分都是 或者是私人贊助 或是學生贊助 那我覺得可以的話 就是慢慢的要 要 比賽要越來越成長的話 我覺得要 勢必要走向有一個企業贊助 那在企業贊助裡面 我覺得反而就是 你要找到一個 形成一個怎麼樣的商業規模 我覺得就是商業模式 我覺得才有辦法 讓我們把活動辦得越來越好 那選手們就有一個更好的平台可以去發揮 那甚至呢 在這個平台上面 他可以更有機會去展現他自己的實力 然後表現給國際上的評審 或是國際上的選手去看見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在這場比賽裡面呢 一些觀察到的點 那在這支影片裡面呢 我就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那希望能夠大家 我們就一起努力 然後為台灣的舞蹈界做一點事情吧 掰掰